不定 我就应该要相信 我不愿再让你成为 我生命沿途的风景 被遗忘在时光里 那天早上 烧事退了 爱心好像被烧坏了 原来 有种不设防 会令人 做不及防 也许这次生病 才是两人关系的转折点 生病的人本就虚弱 心理防线更是最低 就这样小白的温柔呵护 融化了安医生 冰封已久的心 安医生心动了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且这一刻 脑子无比清晰 心里更是清明无比 这才是他要找的人 一直在等待他的人 于是在小白 懵懂无知的情况下 安医生展开猛烈攻击 更直白地开聊 小白化身小白兔 被逼得节节败退 他很弱小 很无辜的好吗 他很慌啊 是什么时候 招惹的这针大活 他真的不知道啊 首先就是 小白最怕的拔牙环节 为了不让这个小白兔跑了 安医生化身无害版的大灰狼 更是花式疗兔 我可疼 这个手术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小白兔真心受不了 都忘记紧张了 好不容易结束了 安医生居然送给他 一个牙刷公仔 这是闹哪样啊 小白兔吓得溜了溜了 结果下楼就听见同事们在聊安医生的八卦 小白兔急了 护肤兔子上线 吓得大家四散奔逃 刚站前台 想打探一点八卦的人 就被安医生抓包了 结果可想而知 又被聊了 小白兔吓得夹着尾班落荒而逃 我说不会痛吗 不太痛了 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 那就抱着我 放了一个抱着睡 哦 烦了 哦 烦了 前台护士姐姐都傻眼了 这还是他们严肃认真 冰冷如丝的院长吗 心里简直惊涛骇浪 脸上的八卦之魂 遮都遮不住 安医生就像刚刚谈恋爱的懵懂少年 看见喜欢人的照片 都克制不住地开心 于是想到就做 安医生又来餐厅看小白兔了 结果一进门 就看见小白在和客人聊得火热 这还能忍 赶紧打断 小白也奇怪 最近怎么觉得 安医生总是在聊他 关键是 他的心还蓬蓬蓬的乱跳 这不又又又开始了 怎么了 放肠了 居然有女客人给安医生送酒 那表现的机会来了 抱谈那位客人请您喝的 还有她的手机电话吗 你帮我送回去 跟她说谢谢 然后她的酒我买的 推了回去 小白很满意 但是接下来 小白又变身小兔子逃走了 所以我不是 别人 你不是送了我的娃娃吧 喝完 原来我 我先去吧 一边的小医生都傻了 目瞪口呆 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安医生居然开始撩人了 一定是喝酒的方式不对 一边的小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